游客提着大包小包走下船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开往绿岛蓝宇的客轮 业者宣布从2号下午开始 全面停时两天 许多还在岛上的游客 今天一早就结束行程 赶搭最后船班 提早回到台东赴岗渔岗 有点大 有点大 OK 有没有提前回来 有啊 提前多久 成天吧 我们当空就一开始很大 然后后面就还好 感觉有台风来的感觉 一点点 据船公司统计 2号上午共输运近1700名 蓝宇绿岛旅客返台 而随着台风持续北移 东部海域风浪渐强 加上绿岛在31号发生潜水客 遭海流带离事件 造成一名女子送医不治 海军署也即刻针对危险海域 加强暗计巡逻 台东绿岛及蓝宇地区 仍有长浪发生 在此特别呼吁民众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在台风过境期间 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季度苏瑞后卡诺接地报道 尤其蓝与绿岛所当其冲 海边风浪已明显增强 不议民众务必做好防台 短期内避免前往海边 游戏新闻 NZ 任台东绿的采访报道